各位花友,各位观众你们好 欢迎你们到青苹果花草园来看花 今天再给大家看一看我的这一颗放在酒杯里养护的迷你香水文心兰 它居然在这两天续花了 本来呢,它前一段时间凋谢了一两朵花 我以为呢,它已经到了时间了 它也是我在今年二月初买来的 买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放在礼品包装里面的 礼品包装呢,是一个玻璃罐 所以呢,我为了模仿它原来的这个生态环境呢 就把它放在这个酒杯里面养 让它的根呢,也能见到一点点光 它的根的状况一直都很好 用这个方法养护了以后呢 我仔细观察它的根 几乎没有一个 没有一条根是烂掉的 虽然就是在这个小小的这个塑料的这个小盘里面 它也没有 看这里 还有新根,新绿色出现 它真的状况十分好 我呢,前两天给它浇完水以后 给它的盆稍微做了个小处理 给它这里 大家可以看见 就是这里剪了个细细长长的缝 给它剪了两条 因为这个盆挺小的 我就只给它剪了两条这样的细缝 之后呢,就发现它居然开始续花了 我本来呢,是想 因为它的花开始凋现了嘛 我就开始要为它 下一次开花做准备了 所以检查它的根 怕它的根出问题 就同时呢,给它的盆稍微剪了两道 结果呢,真的很意外 它竟然马上就有了反应 就长出来这么一个小花苞 那看样子呢 不久它就要开花了 开一朵新的全新的蝴蝶兰 这种迷离香水文青兰 很漂亮 它的这个花色相当的可爱 和一般我们平时在店里经常看到的呢 还是有一些差别 不完全一样 它小巧秀气 而且呢,有淡淡的清香 给人的感觉 它就是别具一格的 那现在呢 它续花了 就让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自己呢 选择把它放在酒杯里面养护呢 是一个很正确的做法 我平时呢 给它浇水 也就是在酒杯里面进行 直接浇一个 浇到这个酒杯的三分之二的地方 不会超过这盘花的那个塑料小盆的上面 不会超过 那给它泡就二十分钟半个小时 就把水倒掉 它会有一点点水呢 渗出来 那我在这个酒杯底呢 放了两个小石子 渗的水呢 会 就是很少的水 会滴在这个小石子下面 那对它呢 就没有任何影响 我觉得恐怕呢 还有好处 那些水汽呢 慢慢蒸腾出来 让我觉得呢 它就是能感觉到自己 是生活在一个 非常自然的一个原生态的环境中 跟能感受到光 又能感觉到湿润 那它肯定会感觉很舒服的 因为蝴蝶兰呢 是喜欢热带雨林气候的 我想在林子里面的那些花草 它的根都是长在树根上 一定是可以感受到 湿润的空气 并且呢 能感受到一些光亮 所以其实蝴蝶兰的根 是需要一些光的 如果你不给它呢 它也会长七根出来 就是说它需要在那个 它的根需要跑到盆外面 去感受阳光和雨露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呢 想follow我的视频呢 就订阅我 谢谢收看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好